刘其林终前,为何不把六万大军交给刘备? 原来这个军队不简单,三国时期最悲剧的人鹰,该就是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其了吧。 当年刘表被皇帝任命为荆州牧,但他无兵无权,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只能迎娶荆州大族出身的菜式, 然后又生下了刘宗这个小儿子。 尽管刘其是长子,但面对态度强硬的菜式和权力极大的菜式家族,他丝毫没有赢的机会,而且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 这时候他询问诸葛亮对策,诸葛亮告诉他为何不远离这个政治漩涡呢? 于是刘其请求担任江夏太守,名义上是为荆州抵御东吴,实际上是想保命。 由此也彻底失去了荆州继承员这个身份。 令人奇怪的是,刘其非常相信诸葛亮刘备,但临终前为何不把六万大军交给刘备呢? 刘备当年跑路到荆州,刘表警替他但也利用他,把他安排在江北的新野城抵御曹操。 刘备也在这里招揽天下英雄,后来在这里三股茅庐请诸葛亮出山。 因为刘备的能耐很大,他的名声渐渐在荆州打响,刘其身为长子而且才智平庸,自然很想得到刘备的助力,于是多次巴结刘备,经常给他送礼物,两人也经常书信来往。 刘备经过诸葛亮的提点,搬迁到江夏不久后,曹操也开始南征,当时刘表病死。 刘备身为人子连前去祭拜父亲的资格都没有,可想而知蔡氏已经把荆州掌控得有多严。 因为曹操势大,继承人刘宗在蔡氏家族的指导下,率领荆州全体将士向曹操投诚。 而刘备却被刘备劝说独立,凭借着手上的六万大军,然后再和东吴联盟,以后还是有夺回荆州的可能。 孙权之所以愿意和刘备结盟,诸葛亮说的刘备手中握有的这两万多兵马,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 刘备死后这经锐的一万荆州水军,就归了刘备成为其手中重要的力量。 但他临终前只把两万大军交给刘备。 他不是有六万大军吗?为何这么做? 即使这批军队是原本江夏的守军,还有新招募过来的士兵,刘备给刘备的军队就是原来江夏守军,他们训练充足而且和江东交战多年,战斗力不同反响。 但新招募的四万军士,还没形成战斗力,而且现在只有江夏的财政,一个俊仰不起那么多士兵。 于是他遣散了那四万乌合之众。 尽管刘备得到的指,有看似很少的两万大军,但要知道这些全都都是精锐。 而且他被曹操打败之后,手上也没有什么实力,这两万大军就是他的翻盘的本钱,也是他结盟江东的王牌。 诸葛亮出使东吴之后,凭借他的精准的战略意图和雄辩的口才,终于说服了刘孙两家联盟。 事先通过草船借鉴得到了很多弓箭,然后再用赤壁之战一场大火烧毁了曹操的百万大军。 由此让刘备真正掌控荆州全境,开始有了争霸天下的实力。 赤壁之战后,刘备表刘其为荆州刺史。 然后以刘其的名义,光明正大的没费什么力气,就收服金南四郡,没有刘其这个名义在。 一方面刘备夺取金南四郡绝没这么容易,另外一方面名不正言不顺。 日后孙权向刘备讨要荆州的时候,刘备和诸葛亮也是以刘其的名义意正言辞的拒绝,当时刘其已死。 就这样以前到处投靠的刘备,终于拥有了自己一块稳定的地盘,并以此为跳板夺取了刘章的西川,从而鼎定了蜀汉的立国根基。 刘备一生能有这么辉煌,除了他自己的本领之外,也少不贵人相助。 年少时资助他的刘元启是一个,到徐州时资助他的弥主也是一个。 新野战败后的他已经非常落魄,这时候刘其又资助他两万兵马。 最后刘备可以靠着这些部队翻盘,刘其也可以说是他的贵人,历史也给他们记载了浓厚的一笔。 每日更新,欢迎大家。